海财经网站10月4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再次出现急错 收市跌了539点 报24,036点 成交方面有1,132亿 上升股份有600多只 下跌也超过1,100只 今天的大市来说是10月头 上星期期结算完之后 今天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急错 留意一般来说如果是月初出现这样的情况 即是急升或急错 意味着短期来说的后市 都是偏淡 跟随着的方向的机会偏高 所以相信市场仍然在担心 整体大市困扰的因素 首先在美国方面 市场消息说今天来说 美国方面会公布第一季 首阶段跟中国的贸易协议 进行达成的情况 亦有消息说 中国买货方面 未合乎这个要求 会不会有些新的贸易制裁 或者等等的措施来说 市场都是先抱着观望的态度 再加上内地来说 仍然是放稳价 在北水缺乏流入支持的情况之下 大市来说都是比其次拉低着 基本上大部分的股份 今天都是下跌的了 其实呢 就是腾讯 阿里巴巴更加 特别是阿里巴巴 创了这个是上市新低 9988今天跌了3.7% 到137元 那就是腾讯来说 硬正一点的 一直都说 腾讯近来来说 不是很跟着的事 虽然它又没有什么大升的动力 但是大跌又不见了 收市只是 业励跌了1% 到457元而已 另外呢 就是刚刚上个星期五收市 收市的时候 公布业绩的新世界 今天升到2.3% 差不多32.6% 施政报告就在星期三会出路 市场都在观望着 什么对土地政策方面的公布 暂时来说 除了新世界之外 其他的本地坦富 都是个别发展而已 另外来说 今天做得比较好的版块 就是内地的旅游股 海昌公园 今天升了两成 因为内地黄金周都比较火爆 另外来说 这个福星旅游文化1992 升了10% 那就是内地的航空股 今天都做得不错 各行升了5% 这是753 670 东航也升了5% 105 南航也升了4% 连本地的国泰来说 也有5%的进责报6.9 市场可能在炒一些旅游 会慢慢复苏那些情况出现 充电中港两地 通关的进展 个别的股份来说 今天的992 相当不错 升了差不多10% 报9.19 主要来说 是日前公布了 是回归内地发行这个CDR去上市 估计今天电脑高开之后 急升是最多一成 又多一点 9.19的收报 好了 大市整体来说 都继续 只是个别的股份有消息 或者炒炒的概念 建议大家来说 首先留意一下 北水未回复之前 相信大市都难以一个很大的普串 第二来说 就是观望 就是星期三 刚才所说的了 联署局的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市政报告的情况 星期四也有探仔上市 几个焦点 都可以留意 还有恒大系 今天四条三条四条六 都是 公布了停摆的 市场传出 就是这个 这个合生创展 754 有机会收购 这个四条六 这个恒大物业 看看 消息什么时候 公布出来 今天的收市分析暂时 是这么多